哈扎得疯了,在和肯尼结婚当天竟做出如此违背良心的事情,欢迎来到老提纪事,紧接上集往下看,眼见孩子们跳得正欢快,哈米德也加入其中,这也是小编看见哈米德最开心的一天,矫健的身姿跳着当地最具有特色的舞蹈,原来哈米德也会露出这般天真的面孔, 看来新妈妈的到来令所有人都欣喜不已,这也令小编看见了哈米德不一样的一幕,一旁的父亲也是一脸欣慰地站在一旁看着观看,随后又来了更多的孩子加入其中,当地结婚女性跳舞似乎是必须有的节目,女性都会换上最漂亮的衣服前来参加别人的婚礼,而男性则会被请来坐在地点上休息, 其实从这些微小的细节也可以看出当地是个什么样的环境,女性的地位真的不高,所以这也是干妈为什么不愿意果断离婚的原因, 不过小编不太懂当地人结婚是要举行好几天的婚庆吗,怎么昨天完全就没有听哈扎德提起过呢,今天一早就给我们来了这么大的惊喜,不过肯尼似乎一直都没有出现,所以小编也知道目前是什么原因,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是哈扎德与肯尼举办婚礼,父亲也一直在忙着招待客人,场面也是十分的热闹,看样子都是附近村里的人, 只要认识的有时间的都可以前来惯例,今天还真是小编有史以来看见的最热闹的场面了,这一边的干妈也加入了其中,换了身漂亮的衣服与大家一块挥舞双手,跳的应该是当地民族的特色, 父亲则一直在不停地盲目,看得小编都感觉像梦一场,这速度还真是快,明明昨天才得到肯尼家人的允许,今天就开始摆上了这般热闹的场面, 再歌再舞的模样还真是像极了游牧民族的特色,原来音乐还是现场弹奏出来,歌曲也是真人唱的, 此刻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这场婚礼的喜悦中,纷纷放下手里的活钱来参加哈扎德与肯尼的婚事,父亲也一直在忙着干活,一点都没有新郎观的模样, 甚至都没有换上件新衣服,小编猜测今天应该不是正式婚礼的当天,目前应该只是预热场面, 越来越多的女性嫁入其中开始跳舞,可以看出当地的女性大多长得都很漂亮, 可惜生错了国家,穿得十分隆重,当地的衣服还是很漂亮的,大大小小的女性都穿着传统的衣服前来庆祝, 此刻的哈尼就显得有些突兀了,穿得一身运动服站在其中跳舞,这就令小编有些看不懂了, 哈尼怎么没有换上漂亮的裙子穿上呢? 那脸的哈尼一直站在干妈身边跟着一块跳,内心也在为了父亲与肯尼的婚事感到开心, 开心的是渴望已久的母爱终于来了,其实孩子们同样是有些没回过身来, 原本父亲还在纠结是否结婚的问题,结果突然就被自己的大伯也成功劝说了, 每两天就开始举办婚礼了,孩子们的内心同样十分的开心, 不过此刻似乎并没有看见父亲的亲妹妹祖丽卡以及妹夫哈桑的身影, 与此同时奶奶也加入其中开始跳舞, 看来当地女性从小到老都会以跳舞, 会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别人的婚礼, 其实大家当初也都是这么过来的, 这样看上去还真是热闹非凡, 个个都穿着十分漂亮, 看上去也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 使得场面也非常的热闹, 随后哈米德陪着妹妹哈尼一块加入其中, 两个孩子看表情似乎也有些猛, 这一边的父亲突然来到了拉打干爹跟前表达着感谢, 真的十分感谢这些愿意帮着他们一家人的好心人, 有了他们的帮助才使得今天的场面如此热闹, 父亲的内心充满了感激, 不过大家都认为这是喜事所以也愿意伸出圆主之手, 趁着空闲时间老提给朋友们介绍一样好东西, 这是一款生姜润发柔润洗发水, 其中的主要成分就是生姜, 茴香籽, 瓜尔椒以及姜辣素, 能够有效的滋润呵护头皮, 还能彻底清洁头皮无垢, 让发丝柔润有弹性, 爱助有干枯卯造有头皮屑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款生姜润发洗发水, 泡沫绵密又细腻, 洗完的头发蓬松柔润一点都不会毛躁, 这一瓶是500毫升, 现在买三瓶的话更划算, 39块93瓶带回家, 有需要的朋友点击头像再点击商品橱窗, 就可以将这款生姜洗发水带回家, 随后父亲赶忙出门迎接客人, 接下来应该还有更多的客人前来管理, 随后父亲牵着小哈桑站在门口迎接着客人, 董事的哈米德又接过了父亲手里的哈桑离开了, 哈米德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照看好哈桑不要到处乱跑, 小家伙明显也是被眼前的场面吓坏了, 眼神一直在不断地往四周望去, 显然也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竟还吓哭了, 随后哥哥连忙蹲下身安抚着哈桑的情绪, 小家伙这才没有被吓哭, 接着小手指着一个方向, 原来是在此出现了一波客人, 父亲见状连忙上前迎接, 此刻哈札的大哥手里竟还拿着一把猎枪, 难道是怕别人闹事特意拿的吗? 一大波男客人朝着屋顶上走去, 女性则认真地跳舞庆祝, 年迈的奶奶同样在用这样的方式帮助儿子庆祝婚礼, 这一边的男客人则坐在屋顶上喝茶闲聊, 此刻的太阳也逐渐大了起来, 今天还真是个好天气, 看着此刻的场面也终于理解当地人为什么会避开下雨天结婚了, 下雨天还真是伸展不开, 本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老提橱窗有很多精选好物,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支持下老提, 您在哪里买都是买, 老提这里保证正品而且价格实惠, 感恩大家的支持